耍柳洞 神奇 既然塞湖你熟了 那我就說一個contour 被大家推爛的《萬年往洪》 什麼bronzer powder tangled sculpting powder 我從來沒看過它的真人 這麼小我也沒有看過真的 因為店裡面好像沒有實體 最後有一個 stoked 裡面有一個小豔 哇 that's so tiny 好小啊 对啊 而且这个不便宜 这一块五六十 一小块 艾玛可以叼在嘴里 就是邱书珍叼扑克牌的 样子 好少啊 到口水菜赶紧还给你 没事吧 那个壳是渐变的 但是摸在手里的感觉很塑料 怎么打开 哦 可以按 不塑料吧 不塑料 100块钱我也买 里面就有一小块 好小就是了 哦这可以de-pot了以后 跟刚才那个腮红 放在一个盘里面吗 刚才腮红多大 一样大嘛 一模一样大 可以de-pot了以后 放到这个腮红的盘子里 这算broncer 还是算contour 你告诉我 这粉飞的 我有了骨铜色大腿肌肤 哇 这也是好深啊 满自然的 其实满自然的 你看镜头上 哎 满自然的镜头上 还不错是不是 嗯 其实它还有一个更浅的颜色 还是比那个最浅的深的 比那个综艺丢丢 我觉得 好 最后一样了 我的买的Dior那个poison那个香水 你这明明就是个赠品 为什么要说是你买的 我买的 然后送的一个赠品 哦 哇 这也太迷你了 哦 这是那个白雪公主 这是那个巫师给的那个猎人 让他毒死白雪公主那瓶毒药 给你喝 给你喝 我让这个怎么打开 拔 就打算先买一个这个试试看 如果觉得好闻的话 我再去买那个Full Size 但是我觉得我应该也不会买Full Size 因为现在有这个 我超级喜欢它 这个是挂在脖子上的项链坠 我跟你说 拧呢 摆设 拧不动 你手上还有开放有矿的那个Powder 你把这瓶送给Soap好了 让它叼着玩好了 然后真的就是poison了 打开打开 是不是撒到我一手 是拔的还是弄的 它很flirty 对这很酸 这好回不回来跟我试 那种还挺年轻的味道 真的吗 我现在看着很flirty 你知道我心里一直都很flirty 但我喜欢它多过 Shanel Chance 又实在用不下去那个 Shanel Chance我已经很久没有用过了 我下一个我没什么了 不是我没什么 我还有很多 你还有好多 like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一个是那个primer 这两个就是你看 大家底妆必备品 化妆女生的男朋友 对不对 然后一个是primer 一个是底妆 你是不是烦死我了 这让我想起来那个老干妈 就是留学生的女朋友的那种 这就是底妆 化底妆的女生的男朋友 然后这两个呢都是我想要用的 其中一个呢我已经试过了 就是那个粉底 然后我相当于是囤货 然后另外一个这个底妆 这个呢是因为我看Emma用 然后她当时跟我说好 然后我就想说我囤一个 正好我现在 我原来用那个 R-Glass那个primer也用完了 但是我觉得R-Glass那个非常好 我这次我考虑要不要囤 但我想试点新的东西 你说人生嘛 不只有你原来用过的primer 还有适合远方的田野 对吧 所以说就得用点别的 我看看这个是干嘛 继续 这个是那个 就是那个 two face那个hand over 它比较适合夏天用 因为它那个在上脸的效果的时候 是脸上很薄 然后觉得很清爽的 它味道也很好玩 就很薄 然后是那种白色的 会让人变白哦 不会 它没有任何颜色 哦那比较好 因为大家都说我的脸白老是骂我 定妆功能是蛮强的 哦这是pina colada的味道 不知道这什么味道 这很像一个很薄的什么moisturizer 对对对对对对 来普及一下primer的两个功能 一 然后就准备一下 因为现在so far我感觉挺好的 因为抹板很湿 也没有那种很干 没有那种很干 或者很厚重的感觉 我去开灯 你们趁机看到它的袜子 是不一样的颜色 另外一个 擦我的包装 你已经给我打开了是吗 这个是那个amani的粉底 虽然说我现在用就是 就是跟风买的那个white and wild 发现也挺好用的 但是我不知道 因为我就是有的时候就是 我总有一个自己的那种save zone 就是想说 如果有些重要的场合作 我不怕的非粉 不怕的泛油的话 我就还是想用一个 我用的比较久 知道它可以给我满满安心感的产品 上一支这个d管的 这个amani的粉底用完了 这次我就囤了一支新的 我用粉底是这样 我喜欢一支整个用完才囤第二支 所以说现在已经 有两个white and wild 还有个amma的一个 lancome的baby cushion 还有这个 所以说已经超过了我的save zone 我有点担心 但是我会努力用的 所以以后会多拍视频给大家 你讲话真的好快啊 你完全不用剪辑 对然后这个就是d管 它唯有一个位 就是这个d管久了以后会变白 加到那些粉底的 是为什么呀 是手上吗 手指是手的问题 而且你看它是这种质地的 就是塑胶的你知道 就是容易沾到那些东西 对然后这个味道就很恶心 然后它打开以后 它是那种很稀薄的质地 然后然后其实呢 它的遮瑕力其实也不是很强 但是好在它很mat 所以说对于这种oily combination 或者就是oily oily的这种皮肤的人比较合适 因为我自己是混油到油 然后夏天其实也很轻薄 唯一就是如果有问题的话 就是如果你的皮肤瑕疵比较多的话呢 你可能需要再在上面遮瑕一些 但谁出门不遮瑕呢 对吧 对我还挺喜欢这个粉底 但是之前呢 我被大家喷到爆 就是在我刚刚接触youtube这个圈的时候呢 我第一次感受到的人间满满的恶意 看晚上了没有了 是我的他们说的粉底是pink undertone 我自己觉得也不行 所以这次我买了yellow undertone 我希望这支是对的 如果不对你们还可以告诉我 我可以再买一支 其实这个要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上镜的那个效果真的是跟真人色彩还蛮大的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还蛮搞不清楚的 就是下手会太重啊 或者太轻啊 都有可能 其实我也不是真人色彩达 我就是两个脖子是两个颜色 因为我不会化妆 满意了没 对 下一个是两个颜色 下一个你没有了吗 我没有了 啥都没有了 你没有要那个三个一个的sample 三个一个的sample 就是三小袋 然后sample 我要了它没给我 不可能你肯定没有 好 我买了个高光 也是网红高光 快打开快打开 Ping Glow快点快点我想看 你又不是没有 002 我没有啊我是001 OK Ping Glow在之前 他们去年的时候做成一个限量 就是粉色偏光色 然后今年的不知道怎么就变成长探了 你说你的我帮你打开 刘尔真的是好看啊 你看它带一个刷子 但这个刷子肯定不好用 刷子 然后是这样的 就是粉颜色的 我就觉得这一个系列它超级亮 让皮肤看起来很无瑕 哇 就是那种很有气色的光泽度很高的那种 哇 质地很好吗 这个高光 很细 其实我有说喜欢细的东西 就是高光很亮 或者很细是不同的情况 就有一些阶段 我就喜欢很亮的高光 一些阶段我就喜欢很细的高光 刘尔真的是很美 我给你打好不好 我给你打好不好 你给我打来 就是安妮要化妆的时候找模特 就把你也戴上呗 你头能不能低一点 我要打到你的眼睛上了 控制一下你自己 好漂亮漂亮 它这个真的跟001不一样 反正这只是有点偏紫色 这只好漂亮 我当时就犹豫 觉得说我已经有了001 我还要这个颜色吗 但真的颜色不一样 So far的折扣什么时候解除 24号 那还OK 我们应该这个视频会23号跑吧 大家还有最后一个机会 放手一搏 发光的下巴才是肩 很显白 跟001是一样的 我是本身就白 不是的 摔了高光我就走了 谁要跟你录视频啊 是片光吗 今天很流行片光 你看什么 Starbucks在做什么 Unicorn for Puccino 我看到你买了 好不好喝 不好喝 没有咖啡在里面 所以它是什么 它就是养乐多 挺鬼 真的吗 好漂亮啊 好亮啊 集中了 那个Sorat是什么鬼了 很美了 Sorat退掉好了 小时候我们不懂化妆的时候 我们都喜欢唇膏 CPP 唇膏 但现在懂了 CPP 然后现在懂化妆了以后 最喜欢的东西就是高光 有了高光以后人真超美 但我小时候不知道 三号我就有误区 我总觉得就是有了高光以后 皮肤显得毛孔很大 但其实没有这个问题 是不是 我小时候根本就不知道高光这回事 我小时候从来都不用高光了 因为我怕就是不好看 就是因为我的脸是游戏 我怕抹了一个 你说是多少 大一大二还是说七年 我再开玩笑吧 OK moving on 下一个 是什么呀 哦 这是Sorat Renew B Rouge 的那个 就是新的一年 我在Sorat 哟 这么小啊 那经济不是一直下滑吗 设置给你和Sorat 一直都有点钱好吗 好短啊 好短 这会很难拿啊 你的手还可以 我可能会有点难拿 哎哟 我的手长的嘞 Long Finger Monster Machine 我就知道你还叫Monster 56.5 刷子还有.5 这种说法了 他们说这个刷子是56号 是Sorat 一个很出名的刷子 不是他没有给你这个东西吗 没有啊 从来我一直说的都是NARS的 就是给了我爱你一百次的那个 Airbrush是什么意思啊 刷空气的吗 我还真不知道 刷这个的 刷空气流海的 你够不够胆 把你流海没整理的时候的照片 之前我有习惯性动作 就是喜欢这样子 然后我有几次 刚解雷后忘了 我就站一路 然后他说你注意点头发 小石头喜欢你有流海还是没流海 喜欢我没有流海 我也喜欢你没有流海 你们喜欢他有流海还是没流海 不要问这个问题 我不想看到你们的答案 我知道在你们心里他怎么都没 用能不能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 因为这个我没有用过 是你推荐我买的 你怎么买那么小瓶啊 你不相信我了 完了信任出现危机了 这个是SK-2的神仙水 这个就是我用了两三瓶下来了 就是他推荐我买的 对 我先说他不好的 不好的就是我感觉用完了一瓶 然后你立马再去用第二瓶 效果没有第一瓶好 但是你用完一瓶换一个别的 然后再用回它又觉得它非常经养 你想产生抗体的吗 我觉得可能是 但用的时候效果有多经验 超级经验 特别是你第一次用的时候 它味道的那个是很臭的 但是后来是觉得没有味道 有些人不怕这个臭味 像我妈就觉得不臭 这是那些春天出去春游 然后脚下有个毛毛虫 你把它踩扁爆出直来的那种味道 你做的对吗 很多 它就让我皮肤很干净 很透明和clear 就像有的时候你皮肤状态不好的时候 不是有色斑吗 会沉淀在那边很久 或者是黑色素之类的 这个用完以后就觉得脸很白净 我买了一个蘑菇水 我帮你一起看 不然说不完了真的是 我买了一个蘑菇水 我这个绝对在网上 我还没给我 因为我很想试这个 这是100point你换的 对啊我换了这个的 那你的100point回来没 我不知道 没看Deword什么 我看它是新出的 然后很想试一下 Face & Eye Cleanser 这个你们应该知道吧 这个就是菌菇水 就是那个Origins 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 但是师傅的时候 你自己觉得呢 你有没有用过这个 对我觉得师傅的时候挺好用的 然后平时可能有的时候 我也拿它就是当化妆师 当toner吧 当toner没有什么别的感觉 一直就是那样 但我觉得我现在皮肤已经转换了样子了 我自己觉得 你觉得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不是因为这个 是因为我瑜伽吗 我就随口加一句 然后因为我原来很油 然后现在可能瑜伽太多 出汗太多洗脸太多洗澡太多 皮肤那个汗线就停止分泌了 我也是 我同感 但也有可能是我们姥姥而已 很简单 这个菌菇水的味道 就很像那些植物的味道 然后师傅眼睛下面就挺好的 是吗 我觉得还行 因为我之前 但我现在皱纹还是很多 我眼睛下面就老有很多皱纹 然后人家都说皱纹是不肯定的 所以我现在很难过 细纹是可腻的但是 你是什么时候有这个的呀 就是去年 然后因为我用了一个CPV的眼霜 然后过敏了就是我这样 哇靠 CPV的大锅扣的呀 其实是我自己老了半夜不睡觉 然后每天吃辣的 然后熬夜 然后一天做三节日下 然后不吃饭了 然后我才老了 跟人家CPV没关系 人家就够我了 我帮你说一个吧 你说一个快 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 你剪一个你会说的说 哦 认的那个dye cream 你妹妹用dye cream 你妹妹用过认的东西 我以前用过它那个一大罐 那个卸妆油 别笑话我了 我经常倒字最近 昨天我跟吴安妮说 哦 我那天在朋友圈 在instagram 在微博上看到 吴安妮说你到底在哪看到 我说我也不知道 在哪儿也没看到吧 就那种一直倒字 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我说话太多 老天惩罚我 你知道 我觉得很有可能 global protection day cream 就是个日霜吧 但是其实我跟你讲 我就是可能买sofar 平时买太多 然后家里有很多小样 你有没有去我家玩了 看到我那里有很多那种sample 就很多sample size 那种各种产品 然后我现在用到已经有点混乱了 我也不知道哪个好用 但其实对我来说都一样 反正如果用得好的话都好 就让我睡着了都好 有些东西可能是治保不治本 所以说我可以试一下 我发现我们两个是有一点点 怎么讲像职业病 你一开camera你就不停的说 然后我是看到你拿着这个东西 只不试色或者不试都 我就很着急 因为我不会试色我只会说话 对我发现你一直在说 然后我就很着急 你要不要给他们看 我说话你试色 对啊我可以当你的助手 你看在旁边我多多 我当你的助手 我买了个这个 你来扁 我买了个这个 这是一个什么 这叫什么kate 什么summerview 什么什么的一个东西 但是据说网上的评论很高 因为它是一个那种treatment 就是toner solution 还是什么东西 就是治痘痘的 我最近痘痘长得特别严重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 还挺严重的 然后他们说 我怎么摇成这样了 它这里面是粉红色的 它其实其实 应该是被我摇到 它其实是沉淀的 就是下面是沉淀那层粉红色的粉 然后你应该打开吹去 把一个棉棒伸下去 不要摇 然后点在脸上 然后电视角就说就不会红 就是闭口呢 就会变成开口 就比较容易 它不留疤 真的假的对闭口也有用啊 他们说就是对闭口有用 然后开口呢 就是不能摇 谢谢 不能摇啊 不是引用前请摇一摇的饮料 如果是开口的话 我代表前面就是加上 我是职业病 如果是开口 你们就 我背多台词了 然后如果是开口的话呢 就可以尊重我 不要道实话 手两脚 如果是开口的话呢 就可以让它爆出来 你要干嘛 爆出来 然后呢 爆出来就浓包喷到镜子上了 擦不上镜子 不擦 擦什么镜子啊 从我脸上 不要问我怎么没点的问题 我最开始买 是因为她Sephira送了一个她配到的那个跟她颜色一样 就是粉红色满足我所有童年少女梦想的一个抗痘的一个洗面奶 我觉得洗的挺干净的 但我知道这个东西是比较倾向于痘痘肌的 就是可能干皮啊或者是那个啥的最好不要用 因为我觉得还蛮刺的 对我来说 我一点都不刺 你们知道Emma之前的那个美容仪吗 就是那个有垫在脸上 她说她开一档就已经有刺痛的感觉 然后她问我一档有没有感觉 我说没有 她问我二档有没有感觉 我很犹豫的说有 其实二档我也没有 但我不好意思她知道我二档都没有 一号肉厚的真实 那美容一直导电呢你知道吗 就一档完全是有电流她没感觉 最后一个 其实就跟我送给她的那盘颜色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我送她那盘呢 因为我自己喜欢 但是如果说我给自己买的我没有什么理由 因为这个东西还蛮贵的 其实也不是很贵的 60多 但对于红武色眼影算是贵的 然后我就很想要 然后送给她的话她说很好看 我就只有买了一盘 但是你们知道打开吗 所有的粉都掉了我一身 她碎了 整盘都碎了 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我很爆发 我就拿着萨夫尔退 所以至于到现在我才有 不过也好 旁敲侧击给了我一个 省了点钱的好机会 轻轻摸一下就满手都是 好你继续说我来说 她真的是很好上色 你说小盘跟大盘有没有什么 我什么都看不见 因为我就是喜欢红色棕色这些颜色的眼影 满足了我欲姐的那种很美的风格 然后红色3号 在我心里有一种就是那种迷幻猫眼那种感觉 能让全世界的男人都爱上我 你为什么要全世界的男人爱上你 因为我从小去爱 梦想就是全部的男人都爱上我 然后想挑谁挑谁 比如说小李子 比如说Tom Peterson 比如说薛之谦 继续 比如说小石头 小石头就不用了 Soap就可以了 小石头就不要了 这个下面 这个位置不是放刷子吗 为什么没有给刷子 还有厉害 吊得嘞 给你们看suwatch 我给你们讲一下 我用下来我觉得我最喜欢的颜色吧 这两个颜色我是最喜欢的 这个白色很容易打到眼头 还有这个东西 然后这两个颜色我都觉得很好 这个是我最不喜欢的 好像这个红色 我不是特别喜欢 我觉得这个红色是里面粉质最粗大的一个 但是红色多伤心 万千宠爱放在中间 你说我不喜欢它 我好像一个吃瓜群众 明明是我买到的 旁边不明觉厉的看你失色 你说吧 你不说怎么办 你说吧 你这样子想得我很爱 你能多想吗 你说吧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 剩下的话让Emma说 谢谢你们的观看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给我们点赞 然后不光在这个频道点赞 也要去Rejia频道点赞 Rejia频道呢 会放到这里 好 那总之呢 以上就是今天这个视频 然后 我们已经弄完了 祝大家购物愉快 今天心情好 还有呢 早饭晚饭午饭都吃好 还有呢 跟你的狗玩得好好的 跟你的男朋友好好睡觉 你们想多的就是单纯的睡觉 好梦 好梦 那就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了 希望你们每一天都开心 幸福快乐 拜拜 祝大家纪念到击 我每次弄什么都成这样 拜拜 没事 你刚才在手上试一下 你是不是一个是别人拥抱的 我想想 嗯 那我不是刚开吗 昨天晚上我偷偷给你用了 这个颜色超级不像我会涂的 真的吗 是不是厚麻色 不是 小三色 反正我就是麻你 超美 我看 显的人很美 显的人很美吗 你说的好郑重啊 怎么了 你 这个就是867 好了 拜拜 拜拜